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证实的错假讯息 透过网络广泛流传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误导的帮凶哦 像是地瓜叶加牛奶能治愈癌症防三高 面粉可以致烫伤 这种在社群媒体中广为流传的健康资讯啊 实际上都是未经证实 而且严重错误的内容 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查证就亲信这些讯息 甚至到处转发 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误导效果哦 不过当看到一则新闻或讯息时 要怎么分辨它是不是可以相信的呢 其实我们有方法可以辨别新闻的可信度 当你看到蚊子爱丁酸性体质 多喝柠檬水打造碱性体质的标题时 也觉得柠檬水非常神奇吗 是的 错假讯息常常用耸动的标题来吸引目光 但文章的内容往往包含了不实或 夸大的内容 所以啊看到标题别记着分享 先停一停仔细思考求证一下 检查这则讯息的原始来源 是哪一间媒体 作者的名字 像你刚刚看到的酸碱体质讯息 内容涉及专业知识 因此作者的专业背景和报道媒体的公信力 都会影响这则讯息的可信度哦 在网络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创作内容散布出去 加上网络上内容农场的猖獗 因此对于来路不明的媒体发布的消息 或是匿名作者撰写的文章 需要更加小心 检查时间地点是否合理 这则讯息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之后还有没有再更新过 哇真的耶 我现在才发现啊 是好久以前的贴文 没错 科学研究也可能很快就有新的研究结果 甚至推翻过去的理论 所以啊也要留意新闻发布的时间哦 仔细检查资料来源 如果是来自某篇研究 能否找到研究原文 如果只写出某国研究 某专业权威表示 这些都要更加留意哦 啊想到刚在军医上过的生物课 有提到人体的自动调节功能 其实啊 人体的运作机能十分复杂 为了维持生理状态的恒定 有负责调节水分 体温 血糖与酸碱度等平衡机制 因此即便我们吃进酸碱性不同的食物 血液的酸碱值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常生理状态下 不同器官会有各自维持酸碱值的方式哦 例如血液中有许多物质可以调节酸碱值 所以啊 酸碱值会维持在PH值7.35到7.45之间的弱碱性 胃部则因为有胃酸的分泌 酸碱值大约在1.5到3.5之间 背脏腎脏等排泄器官 会藉由排出体内的水分与代谢物的多寡 来维持整体环境的恒定哦 所以啊 少吃点肉跟甜食因为会让身体变酸 多喝柠檬汁果醋可以让身体变碱 这些讯息啊其实都是有偏误的哦 体内的酸碱值并不会因为喝了柠檬水 吃了酸性或碱性食物而改变 因此比起去在意食物的酸碱性 营养均衡来得更重要 此外所谓的酸性食物并不是尝起来酸酸的 就叫酸性食物哦 而是取决于食物中的矿物质种类与比例 最后思考一下 如果这则消息广为流传 谁有可能因此受益 或是可能引发的效应 例如内容农场会发布标题所不动 但内容不见得为真的文章 借此吸引网友点阅 以提升点阅率 未来看到一则讯息或新闻 记得保持怀疑并小心求证 仔细留意标题 注意报道的媒体与作者 检查日期 确认新闻来源 并利用所学过的知识 思考内容的可信度 不要轻易地被耸动标题所误导 如此一来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防护尖兵 减少错假讯息的散播 如果你知道有哪些好品质的新闻媒体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我们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兵讯息